小年是春节的序区,意味着春节马上到来,小年也被视为盲年的开始,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方间对小年的定义可谓各具特色,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将那月初八、那月初九定义小年的先例,甚至还有将小年定在农历六月份的趋势。 在东北、华北地区,一般把腊月二十三作为小年,还有不少地方,是把腊月二十四或是除夕的前一天作为小年。 虽然小年的日子有所差别,但静扫星辰,照见本心的智慧观照,是彼此圆融的,人们盼望美好生活的愿景。 同样是亘古如一,不分地狱的,今天我们就来讲,小年的五仪和五计,以及如何在小年里修复修心,影响那幅。 以清静本心,迎接禅义新春到来,腊月二十三,是佛教尖斋菩萨的圣诞日。 尖斋菩萨是四敌菩萨,宴会的菩萨,他老人家的威得力是非常大的。 现在佛门里广传的,就是元代年间他在少林寺的显现,这位行者平时捧头勾勉,裸被赤脚,火特别足,两脚不穿鞋,走路啪啪响,手中长屁跟烧火棍,在寺院厨房打砸。 所以平时大家也不太注意他,甚至连他的法名也不知道,他来自哪儿也不知道,所谓家穷出孝子,国乱出忠臣,少林寺遭到磨难时,这位行者就显现出他特殊的功德了。 他手提烧火棍,忽然之间身体就变得特别高,站立在山峰上,两眼圆瞪,手指叛军,一声大喝,我乃锦纳罗王,谁敢再次造字。 他老人家显现神通之后,就马上入灭了,少林寺为了纪念他,为他塑像,建立锦纳罗殿,尊为奸斋使者。 所以,少林寺那一尊锦纳罗王俗像,到现在一直供奉在大殿内,他在我们佛教里,就是奸斋菩萨,也叫宴会的菩萨,大圣锦纳罗王,在民间叫造王爷,也称为造神。 相传这天晚上,作为护法善神的造军就要上天,向帝氏天主汇报这一家一年中的所作所为,造了多少罪,修了多少善,加减成除,最后俘获几何,造神要上奏的这一张年终报表,关系着这户人家未来的吉凶祸福。 所以对于家家户户来说,这位造神也就是连通天上的,我们的文化数千年来,是相信人间有一个管理机构,在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天上,也有一个管理机构。 比如说,一个家里的造神,就是天上的管理机构,所以天和人相应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量子纠缠原理的呈现。 所以我们古代对人,天,宇宙的认知,是非常超前的。 古时候的大数据,就是人和天是有关系的,古人是不需要摄像头的。 孔夫子就讲圣读,圣读的原理就来自于,你一个人在暗示中所想,天上都会有记载,你家的造神都会知道,你没办法欺骗鬼神的。 所以,人人都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我们的福,禄,寿,习,健康,妖王,都是跟这个有紧密联系的。 所以,这一天,家家户户要熬糖水茶共造神爷,宫的时候还要说,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烧糖水茶, 就是把造神老爷的嘴抹甜一点,上天尽说好事,不好的是,请您老人家高抬归手,就不要汇报了,然后,再带着我们的俘虏兽,下来保平安。 实际上,好与坏不是造神爷说了算,而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想让造神爷说好话,我们就得做好事。 所以,老祖先就教我们,过年过节不要杀生,不要吃肉。 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过年过节不要杀生吃肉这个文化,因为本来是喜庆的日子,杀生吃肉就不吉祥了。 老祖先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老祖先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过年过节时,回想这一年平平安安,都是天地善神保佑。 要感谢天地,要吃素,因为天地善神都不喜欢杀生,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在天地善神看来都是他的子孙,都是他的公民。 我们杀生吃肉,天地善神就不欢喜,所以我们每年过年都有一句暗号。 今年过节不吃肉,要吃就吃大白菜,吃素还是比较保守的修行。 放生是更主动的救命,放生的人就可以成为菩萨了,你已经救命,救苦救难了。 在新的一年,如果能戒杀吃素,放生护生,顺应天地大道而行,那自然会增福增寿,身心安泰,平安度过每一天,生活的幸福与否。 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和良知,我们忏悔这一年身口意所造的恶业,然后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身口意都处在善的轨道上,同时以智慧观照,敬念相继,自然造神赞赏。 福禄寿三心欢喜,不仅自己增福增寿,也光耀门眉,福音子孙,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奇语。 不造负面的口意,多念诵大成经典,多赞叹诸佛菩萨和圣贤,然后脸带微笑,口出软语。 以温和慈悲的言语,使他人心生欢喜。 这样,福报也会随之而来。 这世界上最吉祥的就是佛法。 一个人觉醒了,才能戒恶修缮,才能把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彰显出来。 希望我们人类能够反省,能够相信因果,相信轮回,也会戒恶修缮。 能去学习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乃至共享人类的文明,能够创造人天共同繁荣。 乃至六道都解脱的一条路。 所以说,在小年这个新旧交替的重要阶段, 牢记武仪、武纪,全家健康平安过大年。 第一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祭造王。 小年这篇祭造,是民间流传很广的传统习俗。 古人奉造王为督察人间善恶的私命之神。 一年过去,人的德行和过错,都会被造王爷看在眼里, 并要回天庭向玉帝汇报。 为了欢松他,并让他上天言好事。 回宫想吉祥,人们会在造王向前的桌案上, 供放糖果、薪水、料豆等。 以表自己真诚祭拜造王爷。 为的就是让造王爷在玉帝面前多说好话。 虽为民宿, 却也透着好玩的人情趣味,回首过去的一年,你是坦荡还是有所遗憾? 比造王爷更清楚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第二就是要胆沉,扫出时光里的击沉。 在民宿中,小年是家家户户除尘的日子。 扫尘就是年中大扫除,每逢春节来临。 家家户户都要清洗各种器具。 撒扫庭院,打扫房间,用干净,整洁,晾堂来迎接新年的到来。 阴沉与沉谐音。 按照民间的说法, 新春扫尘有除尘不兴的含义。 其用意是要把去年一切不好的晦气, 被孕,雄酸彤彤扫掉。 这也寄托着人们,破旧立心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佛教禅师有云, 身世菩提树,心如明镜牌。 实实心佛事,物实惹尘埃。 小年,我们不仅我们不仅要对房间扫尘, 保持其整洁干净。 在佛教中扫尘的意义还在于, 扫除我们内心的尘垢。 在佛教文化中, 扫尘意味着尽扫心底。 领纳祥和, 佛经有云, 心本清净, 刻尘所染。 佛弟子日常的尽信持戒, 不识力生。 其意义就在于恢复清净本心的本来面目。 相机出中飘水河淡, 生柴造饭, 皆可作为观修诸法空相的所缘。 而静扫心尘也是如此。 福却烦恼, 则见常乐真心。 静扫心尘的佛教公案, 最早记载于正法时期的佛陀弟子, 周历盘陀家尊者。 这位尊者仅持扫尘法门, 而成就了阿罗汉的果位。 佛经记载, 周历盘陀家尊者与他的兄长摩赫盘陀家尊者, 共同拜世家佛为师。 兄长聪颖过人, 对废陀经典极十分熟人。 相比于兄长的聪锐, 周历盘陀家尊者则努顿很多, 而且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不过周历盘陀家有一点, 特别值得今天的佛子感动的品质, 就是当他见证了兄长出家正果的成就之后, 立即就对佛法升起了静心之心, 并且一路经济, 从未退转。 周历盘陀家的兄长, 知道自己的弟弟有很好的善根, 于是就为他受了境界, 还叫他念四句祭诵, 身与异三不造罪, 离语不知诸世间, 剧族正念并正知, 有害痛苦皆不尽, 这四句祭看起来简短, 但真要去实修, 其实是很难得, 周历盘陀家尊者苦修了三个月, 也未能有所正获, 这段并不成功的修行经历, 并没有令周历盘陀家尊者心生退役, 他知道, 佛陀是智慧超觉的人天师, 于是他就向佛陀请教解脱之法, 佛陀深知周历盘陀家的信心和愿力, 就安排他做清扫经社的工作, 周历盘陀家果然不负众望, 他日复一日地努力敬扫, 在静扫的过程中, 尊者心念纯净, 思维专注, 久而久之, 尊者已经为自己和经社四僧, 扫尽了心中的烦恼刻尘, 忽悠一日, 周历盘陀家尊者在静律中思维道, 佛陀告诉我说要扫尘除垢, 这究竟说的是心中的烦恼刻尘, 还是这大地上的尘土呢? 想到这里, 突然三段祭颂跃影在心中, 此尘是贪非尘土, 尘乃贪名非尘埃, 诸智者众出彼尘, 如来教终不放异, 此尘是尘非尘土, 尘乃称名非尘埃, 诸智者众出彼尘, 如来教终不放异, 此尘是吃非尘土, 尘乃痴名非尘埃, 诸智者众出彼尘, 如来教终不放异, 周历盘陀家尊者, 立即专心思维这些寄送的法义, 最终断除了贪嗔痴慢的烦恼刻尘, 证得了阿罗汉果位, 佛法所说的扫尘, 是要佛子为自己的内心, 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净扫已久的贪嗔痴慢, 使自心清明如鉴, 以达成绝迷成物的妙用, 无论是保佑时间五谷丰人, 寺庙大辽中 常养佛子根深的奸宅菩萨, 亦或净扫新尘, 已知觉悟的周历盘陀家尊者, 佛子过小年, 都当感念这些了不起的佛门大德, 因为挑水淡淡, 生柴烧饭, 这些看似平凡简单的生活方式, 其中都蕴含着寄而不贪, 敬而不昧的中道思想, 祈愿各位善信佛子, 能在小年的吉祥气氛中, 既能净扫家屋中的灰尘, 亦能使自心已清洁的体香, 以养菩提心宝, 迎那禅意新春的到来, 正所谓, 扫地扫地扫心地, 心地不扫空扫地, 进一步急紧练心, 从事箱上扫除外在的尘垢, 反观自照, 见此扫除自心烦恼垢, 也是修行用功的入手处, 在辞旧迎新之际, 我们也应当积极反思, 忏悔过去一年所有的贪, 沉, 吃等烦恼恶业, 从而内心清静, 努力修行, 得正道国, 在迎接新的一年之前, 将我们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打扫干净, 大家吃素, 放声, 说吉祥话, 做吉祥事, 起吉祥念, 就是一个吉祥念, 但按照老祖宗的规矩, 扫房子也要讲究时辰, 老话说, 七扫金, 八扫银, 古代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 第七和第八个时辰, 对应着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之间, 这四个小时, 也就是最佳胆辰的时间段, 在这期间能够完成扫尘工作, 意味着来年裁员兴旺, 即便不在这两个时辰当中胆辰, 也尽量不要选在晚上去扫, 一来是错过了吉祥, 二来晚上光线不好, 即便屋里灯火通明, 也不如白天在日光下看得清楚, 晚上板晨扫房子, 容易遗漏卫生死角, 影响扫除的效率, 第三就是吃糖瓜, 给平凡生活一点甜, 俗话说, 二十三, 糖瓜年, 糖瓜以麦芽, 小米熬制而成, 冬日里放在屋外, 糖瓜外表凝固的监视, 内里却含有微小的气泡, 吃起来脆甜香酥, 别有风味, 大人也好, 小孩子也罢, 不管背负的工作, 学业压力有多大, 甜甜黏黏的一口糖瓜, 总会把人从低气压的情绪里拉扯出来, 很多时候, 一点点甜, 就足以调和生活里的苦, 让你有望有盼, 向明天欣喜地迈步,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在今天吃早糖的同时, 不只是希望造王替我们讲好话, 也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要实时赞叹别人, 说爱与称扬别人, 如是我们的人际关系自然通达, 所以随之而来的, 也就是我们的福报了, 福不是上天词的, 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 第四要贴窗花, 为新得一年增亮色, 窗花以喜鹊登美, 路和同春, 路和同春, 五福, 福, 蓬寿, 连, 年有余, 余, 鸳鸯细水, 和和二仙等, 有吉祥寓意义的图案为主题, 这些词单看着就很美, 更不说剪出形象, 使万物生灵都活起来, 以明窗为背景, 更趁其好看, 红红活活的, 年的味道与神韵历时就藏不住, 窗花是一抹特别的红, 经古老又灵巧的简易, 一个个微蕊烂漫的春天悦然至上, 成为单调日子里的名味之色, 第五就是沐浴, 礼发, 以好姿态迎接新年, 民间由有钱为钱, 剃头过年的说法, 把上一年的尘埃汇气出去, 把新一年的好运带来, 是沐浴的宗旨, 所以, 除了家里要焕然一新, 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洗浴, 礼发, 意在褪去过往的晦气, 开启新年吉祥顺利的好兆头, 以此舒心的沐浴, 以此减去烦恼丝的礼发, 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神清气爽, 更是一份自我尊重, 以好的仪表, 去迎接扑面的日子, 在光阴里留下体面, 但小年这天, 不仅要张罗过年事宜, 还有诸多禁忌, 需要大家注意, 这些老祖宗的忠告, 一定要知道, 若细细品味, 都不无道理, 一, 记杀生, 小年记在杀, 因为在老人们眼中, 动物也是生灵, 小年这天动刀, 动枪会带来杀气, 所以这天不建议杀生, 也不建议屠宰, 普通家庭可以遵守这个规矩, 但对那些受卖鸡鸭鱼肉的朋友来说, 可能有难度, 二, 既捣算, 既充迷, 小年这一天如果捣算, 会把新年的好运都捣跑, 并且家里也会变穷, 小年既会充迷, 因为据传会把风神倒下来, 导致来年风灾, 三, 小年不借钱, 俗话说, 过年不欠债, 欠债不过年, 新的一年, 人们都祈求有个好兆头, 过年借钱, 容易将别人的好运借走, 若有欠账, 也要在年前将钱还上, 过年期间张罗年货, 人情往来都少不了钱, 彼此两清, 才能在团圆喜倾的日子里, 过个好年, 四, 既吵架, 既说过头话, 常言道, 腊月不吵架, 一超超三年, 小年正值腊月, 吵架骂人, 会将家中的好运, 财运, 福运, 统统赶走, 容易影响来年的运势, 临近春节, 万物焕然一新, 万事只求顺心, 为徒家中祥和, 更有多包容, 少争吵, 才能和睦顺意, 为新年开个好头, 有个成语教, 异语成谶, 人的语言是有能量的, 无意间的一句话, 很有可能会变成现实, 应验在生活中, 春节本是祥和温暖的节日,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 吉祥话多说, 过头话不说, 说话有度, 才能给人带来快乐, 增天节日温馨喜悦的氛围, 一经有云, 吉人之慈寡, 造人之慈多, 意思是, 说话谨慎的人, 有福气, 废话太多的人话, 欲事容易急躁, 招惹许多是非, 享年这一天, 每个人都要管好自己的嘴, 养好未来一年的风水, 五, 即搬家和建房, 传统习俗中讲究, 腊月不搬家, 争月不剃头, 腊月是一年的结尾, 更讲究财源广进, 平平稳稳, 搬家会使家中冷清, 从而影响家里红火热闹的气氛, 若是搬到不熟悉的地方, 新年也会过得索然无味, 此时搬家又累又繁琐, 家中老人小孩若身体素质差, 也容易生病, 引起不适, 民间有艳雨讲, 腊月不建房, 七月不挖堂, 建房修事人生大事, 多选择温暖的时节, 来带动生旺之气, 寓意财运旺, 生活旺, 从此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此外, 小年临近过年, 家家户户都忙着筹备持穿用步, 加上天气寒冷, 建房的效率会很低, 容易影响房屋质量, 而小年也已养生, 此时阴气盛, 阳气弱, 稍有不慎, 容易受到失血风寒入侵, 引起身体不适, 因此, 从小年开始, 便是补养防护的黄金契机, 养生应以冬藏转春生为主, 才能渐渐康康营大年, 以食衣补, 中医认为, 寒为阴血, 饮食进补即能调节气血, 顾本陪远, 补义身体, 还可温暖全身, 驱除寒血, 冬季已须补肾养, 适当吃些山药、 栗子, 补肾补羊的同时, 可健脾养胃, 此外, 天气干燥, 加上进补, 容易引起上火, 咽喉疼痛, 咳嗽等症, 可吃些滋阴润造的食物来缓解, 比如, 雪梨, 银耳, 萝卜等, 来帮助人体滋阴生筋, 清热利尿, 总之, 饮食要注意营养均衡, 五股, 新鲜的果蔬皆不可少, 需选择多样化, 荤素兼备, 精粗搭配, 二, 睡已早, 谷雨云, 服药千朝, 不如夜毒素, 睡眠是养护身体, 修养内心最好的方式, 充足的睡眠可平衡体内阴阳, 养护气血, 缓解阴虚, 恢复体力, 助备能量, 更能养护脏腹, 冬季万物萧条, 昼短夜长, 心情难免低落, 好好睡觉能使人安定清静, 蓄养心智, 缓解焦躁烦闷的情绪, 入睡前可读书, 听舒缓的音乐, 静坐冥想, 欣赏花草, 热水泡浇荡, 来减轻压力, 平复心情, 提高睡眠质量, 三, 动一慢, 天寒地冻, 人体血液容易凝脂, 引起手脚冰凉, 免疫力下降等症, 合理运动, 适当锻炼可提高身体抗寒能力, 增强抗病能力, 但运动要缓慢, 不能大汗淋漓, 运动过度, 容易损伤身体, 可选择散步, 八段紧, 太极等, 强度较低, 缓慢轻松的运动方式, 最好选在太阳升起后, 温度相对缓和的时间外出运动, 若天气不好, 可选择在室内进行简单的运动, 四, 人已暖, 传统中医认为, 头为猪羊之慧, 头部醉意受寒, 引起头晕, 头痛等症, 外出时要戴好帽子, 尤其盖住前额, 平时也可多挫挫头, 双手食指抓住头部, 促进血液循环, 舒筋活络, 中午阳气充足之时, 也可在室外晒头顶, 达到通常百脉, 调捕阳气的效果, 此外, 寒从脚下升, 热水泡脚, 按摩脚步穴位也十分重要, 既能缓解疲劳, 促进睡眠, 还可增强欲含能力, 总的来说, 小年是人生的一场修行, 小年的各种习俗, 其实都是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用佛法的角度来讲, 小年的意义就在于三大精神, 一, 面对苦难的态度, 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造王, 佛家指的是奸宅菩萨, 每逢小年这一天, 纪念供奉, 奸宅使者, 不畏困难, 最终化解灾难, 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 生活不会偏待谁, 每一次的坎坷俘获, 使挫折更是动力, 做人有太多无能为力的时刻, 但面对不如意, 有人选择认输, 一再沉沦, 有人却会奋起直追, 最终绝处逢生, 有句话说得好,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人生多苦难, 唯有咬牙扛, 只要你熬过去, 曾经的伤痕就都是你荣誉的勋章, 二, 清理内心, 丢掉负累, 民间将小年称为扫尘日, 在佛家眼里, 扫尘的意义, 更在于扫除内心的沉垢, 一位作家说, 我唯一愿意视为真理的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一切都会过去的, 人生海海, 往事如风, 过去的辉煌成就, 忧愁痛苦, 都将在年轮的脚步下, 碾成往事, 越纠缠, 就越是心灵的负担, 定期清理心中的杂草, 把该放的放, 该望的望, 关好身后那扇门, 才能慢慢接近眼前的幸福, 记住, 唯有活在当下, 让心归零, 才能活在希望里, 三, 一句善语, 一分厚福, 小年这一天, 民间祭祀造王时要给他吃糖瓜, 希望他能上天多讲好话, 在佛家看来, 其实就是教导我们多说善语, 有道士从业要无害, 言谈愿人心, 福不是凭空得道的, 而是自己修来的, 一个口出碍玉的人, 不仅能温暖他人, 更是在成就自己,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 过得时好时坏, 就在你的一言一行里, 掌控开口的态度, 把握言语的分寸, 你怎么带人, 生活就会怎么带你, 善语力众生, 就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 小年到了, 愿大家都能熬过苦难, 以扫尘尽心, 以善语肌肤, 看完别忘了分享视频给朋友家人, 自立立他, 广结善缘, 福报连绵, 最后, 送上小年祝福, 致我最在乎的人, 东藏转春生, 小年叛团圆, 一年的忙忙碌碌, 有期盼, 有幸运, 有付出, 有感恩, 今日, 扫尽灰尘, 带走一年的遗憾与不如意, 送走造神, 迎来往后的欢喜与福运, 年冠将至, 把最早最真挚的祝福, 送给最在乎的人, 愿您小年吉祥, 事事如意, 和家团圆, 这一年, 感谢父母, 不辞辛劳, 尽心付出, 盼我安好, 百般周全, 新的一年, 愿您健康平安, 身体无恙, 福寿绵长, 常享安乐, 这一年, 感谢爱人, 鼎力支持, 长般左右, 患难与共, 毫无怨言, 新的一年, 愿我们相逐一末, 始终如一, 恩爱不离, 共赴新的旅程, 这一年, 感谢朋友, 危难时雪中送炭, 迷茫时推心之腹, 一路肝胆相照, 坦诚相待, 新的一年, 愿你们家庭幸福, 好运长伴, 愿我们情意不老, 真情不变, 这一年, 感谢自己, 历经坎坷, 不曾放弃, 承担压力, 努力前行, 新的一年, 愿自己放下烦恼, 放松身心, 心怀美好, 无惧风雨, 小年, 是全新的开始, 无论往日有多少磕磕绊绊, 心酸无助, 都已成为过去, 往后的日子, 定会蒸蒸日上, 红红活活, 无事说,